现在看看中国房地产质量 我跟大家在多少年前就说过 我说中国房地产质量你们就等着吧 就现在这个房子20年 20年之内所有房子的水路电路 所有房子内部相关的设施 比如像什么电梯啊等等东西 它的老化陈旧外墙的装饰材料 油漆它的玻璃都是灾难性 因为没有人想嘴上吹牛逼 我那天举了上海的汤身一品 告诉你40到50年铝板越运越亮 不会掉颜色 十几年不到20年就已经烂得细了哗啦的了 就走捷径啊 全走捷径吹牛逼 然后房子现在倒成这样 哈尔滨这个房子 这底层谁都知道这么大的一个空间 打通了没有承重没有简历 专家的一件事没问题 撑起来就还能住 这为啥呢 就先住呗 等真正楼塌了死的人再说 还没塌没死人 没人能承担这些人 这几百个住户未来新房子 如何住宿的问题 所有机构都承担不了 所有单位都承担不了 对啊 既然承担不了怎么办 没有人有能力承担 那就先凑合 总比让这些人去游行示威好 高楼旧了 你们可以去看看国外 国外很多楼都是在维护 大量的维护资金做体系 那你们买房子的时候 会交房屋维修基金吗 会啊 那钱呢 新华社曾经为此发过问题 中国在建设房地产中 收了海量巨额的房地产维修基金 都去哪了呢 新华社发的问题 没有人回答 没有结论 这些钱去哪了呢 不知道 但有一点可以确认 绝对没有用来维修你们现在的房子 你们每一年交的物业费 是物业帮你们去维持 这个周围正常居住环境的基础资金 但是你们当年交的这些房屋大修基金 去哪了呢 不知道 不知道这些房子钱去哪了 所以当你走捷径的时候出在哪 大家知道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的结果就是 你越来越踏实 楼盖的高 地基要打得深 树长的高 根要深 没有地基 没有根 楼越盖起来了 那坍塌下去 根本就挡不住 树要封来了 的岛也挡不住 现在的中国就跟一个没有根基的地基的楼 高楼和没有树根的树一样 现在你往下挖吧 所以现在大家知道到20年了 我们现在在房地产建筑领域出的问题 金融领域出的问题 经济领域出的问题 教育领域的问题 社会领域的问题 医疗领域相关的问题 等等各领域出现的问题 通通解决不了 因为你回头看 都是没打基础的问题 没有人打基础 就是我们这些所有的领域在建设 包括我们所谓的新能源汽车 都没有为这个产业和行业认真研发 有一个整体规划以后打基础 再开始做 一窝蜂大看坏上 哗就来了 结果当现在我们的车出现滞销了 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工业和信息化 不大家知道 发文了 商务不发文了 大力鼓励什么 各大汽车厂商再次对用户让利 给各个老百姓再简历 再做优惠 然后呢 什么百城百展 刚出的门 都开始办车展 鼓励所有老百姓去买那个 几年后出问题 连修都修不了 用都用不了的电动汽车 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些东西的发展是什么样子 就很多电动汽车都没有人去想 就最基本的理念都能一拍脑袋 就能出一个很牛逼的概念 换电 我都不知道这个逻辑是从哪来的 换电 我问问大家 你觉得这个每一个储存的换电地方 它是能放2000块的电池 还是5000块的电池啊 中国如果每个换电地方 这种换电的频率跟加油站一样的点 那我告诉你 这个汽车厂家比特斯拉还得大100倍 才干得了换电 那你说我每一个换电的地方 就三五块电池 这成本已经很高了 那这个新车来了 你怎么冲来得及 每一次我就营业三辆车 免战了 今儿不干了 因为我今儿三块电池全换关了 你说这个产业多逗啊 更重要的是 对于新车用户 刚开的用户 我敢换电吗 我换的一定是块旧电池 我疯了 百分之百的新电池 咔一换 一看 一个死了七年的一块旧电池 我是不是疯了 谁会去 就像这种狗屁逻辑都能被提出来 没有人去质疑 还能变成产业发展新模式 你就想想多逗吧 全是捷径 捷径 捷径 没法去说 真的去没法去说的 就是大量的相关的这种捷径 这种捷径能走多远 没人知道能走多远 好吧 那就看着呗 看着相关这个捷径能走多远 我们为什么要流沙 因为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个国家 就是小聪明 都小船嘛 我说都是流氓无产者 那些小智慧 不是真正光明正大建起来的 所以建国以后 他所有的思路 他的格局跟境界就打不开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把人民做奴隶 连满清的贵胄都知道 人民不带好了 不做好了 江山维持不住 这个满清的思维 那到现在中共连满清的这种格局跟境界都达不到 人民真是奴隶 所有的招都从人民里刮地皮 刮了一层又一层 刮了一层又一层 现在银行的利息这么低 拼命的低 那现在除此以外呢 他就真正没有建立这个国家的正常的方式 没有 所以现在我们在经济上一点希望都看不见 大家现在说什么叫支柱性产业 这么大一个国家 靠什么东西去维持 对啊 就想想这靠什么东西去维持啊 这个支柱 卖烟和酒也卖不动了 白酒和香烟的销量 大家也知道下滑的太厉害了 今年一季度烟酒下滑到这种程度 那这个国家靠什么 这一个国家总得有一个经济能维持住啊 当他的外貌死了 他跟国际上开始脱轨 人民的就业机会全被剥夺干净的时候 他就没了 所以他在这种倾他呀 倾斜啊 因为没有花时间打地基 科技也是一样 没有科技 中国哪有科技啊 对啊 我跟大家都讲过那个乐事 什么都没有 对吧 这人类的几万项具有发明创造先进性的未来发明信息属专利 中国只有一个几万里面就占了一个叫U盘 剩下啥都没有了 啥都没有 我们现在去华为的所谓的鸿蒙系统检测 然后你会发现很搞笑 最后底层一看还是安卓 对吧 你你你这个东西很有意思的啊 你应该是独立系统 你能检测安卓能做东西 你做不了 安卓可以检测你底层一看还是安卓 那你做啥呢 而且越来越流氓 越来越流氓 所以呢 现在呢 就是因为这个大方向首先错了 你建立一个国家不是想人民好了你才能好 而是把人民作为蝼蚁 作为奴隶 作为统治共中国共产党千秋万代 永恒当奴隶主的这么一个建国模式 国家好不好不知道 其他好不好不知道 党是第一位的 党籍是第一位的 国家可以没有 人民可以全死 这个国家就剩了一个人 也得给我中国共产党当奴隶 我们中国共产党要维持在这个国家千秋万代 永恒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统治 这个是建国的目的 至于其他的咱就不知道了 至于其他的咱就不知道了 然后这个思想错了 然后管理这个国家呢 急功近利 本身就没有踏实的尽头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逻辑一旦错了 它的内部运行组织构架 就没可能有本事有能力的人上去 我也希望谁给我讲讲 中共在哪一个技术领域 在哪一个教育模式 在哪一个医疗体系 在什么地方是能够独立运行的 能够独立运转的 讲讲有没有 我是讲不出来 又听我瞎嗶嗶这么长时间 开心就好 我是个大忽悠 满嘴都是大忽悠 跟大家讲的东西 也是希望大家有自己的清醒的思考能力 听我讲的就是一个乐子 一个笑话 当做一种类似于政治脱口秀 让大家一笑快乐就好 清醒清醒 然后呢 中国国内的朋友能睡个好觉 祝大家快乐幸福一切顺利